哈囉各位好 我是華寶 去安哥 今天我要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家的 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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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啊 巴勒 喔喔喔喔喔喔喔 反應這麼激動 呵呵 喔喔 什麼反應這麼激動 拿個東西倒他一下 喔 我們家把他的反應 很快耶 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好啦好啦 因為他 曬吃吃蘆薯到現在其實也不到不到五天啦 那是因為他昨天有代謝 有代謝 可能肚子又餓了 所以你看他的反應就會 又想要吃東西了 所以 我跟各位建議齁 如果你的蛙 當你餵食的時候 是以昆蟲類 昆蟲類為主喔喔喔 不是什麼 飼料或者是其他的 活體喔 活體就是 類似乳鼠那種 比較難消化 或者是肉 生肉比較難消化的那種 那 那不同喔 只要是昆蟲類的 你餵食的 可能你 本來是五天 或者是七天 餵食一次對不對 可能五天或七天 餵食一次 那 呃 你在第五天餵食的時候 他可能過了兩天 就代謝了 那他代謝的時候 你可能想說 阿又可以再餵了 千萬不要馬上餵 你可以再過一到兩天 再餵食 好不好 再餵食 那量 量不用多 量不用多 因為 在春夏左右的蛙寶 他們本來的代謝系統 就會比較好 會比秋冬來的好 所以他們消化 就會比較 屬於正常一點 OK 哇 這是紅蟑螂 哇 好多喔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哇 起雞皮疙瘩 我把鏡頭拿下來 爬滿全身 紅蟑螂 其實是 所有爬蟲類 最好 最好的耳料 這些根本 都不夠他吃 我剛到要去 應該有上百支油吧 這個對他來講 只是點心而已 小點心 小點心 塞個牙縫 呵呵 小點心 飛東牛蛙非常好照顧 喔 我有跟各位分享過 你的蛙齁 吃 吃昆蟲類的 他們 生長都要覺得 你會感受到會真的不錯 如果 如果你沒有用活體的部分 記得 記得 蓋粉 蓋粉 不能少 益生菌也得用 好不好 但活體它會不會有菌 我跟各位講 還是會有 任何活體都會有 不要說 不要說活體 你 飼料也是會阿 你接觸空氣太久 對不對 或者是你的手不乾淨 不小心去摸到 或者是你的器具不乾淨 或者是你的器具不乾淨 也都會 好不好 OK 這是我們家拔 你看 這兩個好幾隻 你看 它剛最少我吃個四五十隻油了吧 所以我剛倒下去應該有上百隻油 現在已經 有在繁殖 都已經變成 蝌蚪階段了 那我們期待 六月初左右 非洲牛蛙的寶寶 陸續上安 等到收尾阿 收尾之後 我才會跟各位分享 進場分享這樣子 看著 很可愛阿 看到你的蛙 一直吃一直吃 就是療癒 那想要買這些 乾淨 我認為乾淨還不錯的 火耳 可以到蝦皮 其實蝦皮有好幾間 其實蝦皮有好幾間 找 我也不要說我直接推薦誰阿 但是我現在都會固定跟一家 賣家 他自己在繁殖的 因為我覺得 他的那個 不論是包裝阿 還有來的東西 就是 比較乾淨 我覺得這樣比較乾淨 那記得喔 看你這些 就是 挖寶他們 把這些 耳料都吃完之後 要記得喔 要記得喔 他如果有 這些殘耳 殘耳就是 有留著的部分阿 記得要 要 再把環境整理一下 這樣子 好不好 對 要整理一下 避免阿 避免 避免細菌喔 把我支撐細菌 我估計他一定會吃得完阿 這些 對他來講 這些小兒科而已阿 哈哈哈哈 OK 我是挖寶去安哥 如果有想要收藏各類的挖寶 歡迎到我的那個蝦皮 商城參考 搜尋挖寶去 那我也會留下我 LINE的聯繫方式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無論你有什麼挖寶 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跟我聯繫做交流 OK 謝謝 掰掰